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被侵蚀 终归是一枕黄粮 皆虚幻了 小诺 我帮你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都会保护你的 不管会发生什么事 真巧呢 夏目也说过一幕一样的话 就好像记忆被人偷窥了一样 真是不爽了 如果能早点发现就不会变这样了 这一切都错了 这小诺说的话还是谁说的话 还能走吗 他是僵尸 恩 谢谢 我觉得想做点怪怪的耶 他精神是不是有问题啊 还是翻译的问题 他怎么会觉得怪怪的 哪里怪怪也说不出来 这边 嗯 看来还要很久 哎呀 这什么 得到遥远的燃血日记记记忆 遥远的燃血记忆 什么 得到这个遥远的记忆再进去那个地方就可以了 对不对 对吧 结衣带回去 结衣 今天先撤退吧 收到 不 我要存档 经过我们的调查报告 校园发生的少女凶杀案已经明朗 校长的满极行为也因为警察的介入 估计问题不大吧 我就觉得她的翻译的口吻怎么觉得 有点微妙 小诺虽然失去了左手 但是 现在已经可以上学 也回归到了正常生活中了 刚刚她左手是戒指被打掉 为什么她左手会 烂掉 本以为 是抓个小毛贼 结果居然变成这样 最初从答应结音帮忙的时候 真是万万没想到呢 喂小慧 有新案子 这次又是哪个不长眼的呢 我这句都看懂了 这句是没有问题 可是 是 是谁让谁复活啊 谁想让谁复活 然后制作出祭品啊 我突然有点 傻眼 不是 应该不是傻眼 应该是说我有点突然没办法联想到 好 有点突然 詞曲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应该不用跟小诺一起去吧 飘渺安安 应该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小诺应该就丢在那边 走出间 据说我们之后的逃脱也是很胃痛啊 希望没问题 右边这一间 9203 2 1 6 5 密码检验中验证成功 开始指纹验证 确定视力花卉 开始斜染的遥远记忆 好 所以僵尸是小诺弄出来的吗 我不知道因为没有讲 我们只知道那个戒指可以操控的一些僵尸 眼前一黑我失去了意识 既然闯进了这里 你应该已经意识到了不该知晓的未来了吧 我不知道耶 我真的不知道 你谁 哼 你把展示真相的八音盒交给那个女孩 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 只有这部分的记忆被隔断似的 一点都想不起来 所以它是在一条线吗 还是 轮回了 因为它好像跟之前的那个 真结局有那个重叠的感觉 我为了寻找千岁他们 去了废系的学校 得到了一个奇怪的八音盒 但是之后就不记得了 我要找千岁 不过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的事 用回忆这种说法本身就很诡异吧 你无法回忆 毫无疑问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经历过 所以今后想起来就好了 什么 想起什么 在说什么啊 我怎么听不懂啊 他到底在说什么 这款游戏到底在讲什么 我还看不懂 好的 那我们来到一个奇怪的地方 他把人杀了 不 不是的吧 然后海中涌现了一些信息 得到角落的房间钥匙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这个有可以绕的地方很明显会有怪出来 打不开 你看 你看 你看作者的恶意 一下就被我发现了 等一下我吃了这个以后八成这边会有东西来 然后我会惯性地跑到这边 然后就死掉 确实 在这所学校里 有个攻击我的人影 很像他 是的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冒出来 不过靠近会有脚步伸 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那个 现在要追杀我的是 杀了下木的人吗 得到探索记忆 来了 哦 女主该不会就是当年被杀的女生 没有 当年被杀的是下木啊 可我怎么看都不像下木啊 这个啊 因为主角没有经历过所以不知道 所以只要回想起 所以 需要主角经历这个 我也不知道 没关系我们继续玩下去 雨燕 安安 什么都没有 龙海中浮现出一些东西 得到红色的匕首 脚步伸 哦 熊 嗯 有个大洞过不去 下木头发剪短就是女主了吧 法色一样 诶 没关系我们继续玩 那个要按吗 感觉有问题 好 然后海中涌现出一些东西 得到木板 不会 没有没有 我马上就进来了 这个如果有怪的话很难跑 少女做了奇怪的梦 永远的噩梦 然后海中涌现出什么 可能是不应该想起来的事情 想起 想起 得到了感染了疯狂的记忆 感染了疯狂的记忆 不偶熊喷进出了血液 嗯 停不下来 灰刀的手停不下来 最终我 好 喉咙上 插着一把匕首 蛤 对应该赌到别人的记忆了 跟我的记忆重叠了 拿的顺序不对 没关系 不想起来 我是全拿滚他的 好 标出一把钥匙 得到通往北交学楼的钥匙 得到个蓝血八音盒 看一下喔 用美卡 又是这个八音盒 存 你看到马上冲过去 鲜血淋漓的八音盒 是恶魔准备的假八音盒 所以 我已经找到了唯一能拯救他的方法了 那就是 八音盒上沾染的血迹逐渐消失 最终变得光亮露出 脑中有什么在翻涌上来 对 方法就是这个 是唤醒的八音盒 得到了闹钟八音盒 完全不懂 千岁应该就在前面 在老教学楼里 为什么又吵到千岁啊 到底在说什么啊 我看不懂 整件事跟千岁有点关系 为什么我会讲到千岁 欸欸欸欸 怎样怎样 嚇死人 现在是什么状况 欸 我竟然逃过了欸 千岁 那是复制品 你现在该做的事 为了让你将来不走错 也为了让你将来不失败 才这么做的 等同于一种仪式 如今的你 应该可以救他了 时间结束 重播记忆 你没有话要讲吗 你没有话要讲吗 而且你为什么走路怪怪的 你走路为什么会顿顿的 我来几个水晶啊 这两个 始终 为什么你走路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没有放置 放置 除了 参观 不懂 看不懂 我们看到最后 看看会怎么表现好了 你走路為什麼會燉燉的 大家重新讀到 我覺得是不是BUG 應該是回憶 好嗎? 這一樣的 它是嗎? 看起來不太像耶 夏末不太像我們的女主啊 這好像單純法射一致 我覺得眼睛不太像 零零安安 KING 安安喔 那路不是的話 我要報復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這邊也是一樣耶 這邊沒有了 這記憶被我拿走了 沒關係 我看最後到底要怎麼講它是我這一切 好 撤退 一樣的耶 那一頓弄沒了 哪一頓弄沒了 不是 毒彈不會 不會把之前的紀錄弄見了 我看不懂 什麼啊 到底在幹嘛 我看不懂耶 到底有沒有其他隱藏結局啊 到底有沒有其他隱藏結局啊 那隱藏結局要怎麼破 為什麼會頓頓的 到底 又好了 你記得多桌上兩張紙而已 可是他說隱藏結局耶 隱藏結局是這樣顯示的方式嗎 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上面的紙吧 對啊 千歲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你會提到說千歲 然後整個故事沒有講到千歲 好 我們來看一下劇情片的製作畫絮吧 我不要畫絮 我要解釋 接下來要介紹本作有關 遊戲劇情上的關聯性 在低體溫正中 操縱殭射占卜師 有的玩家可能在遊戲中就能發現 小慧並不是第一次見到殭屍 之前在中東作戰時就已經見過 中東作戰是什麼 具體細節可以從幻影旅人中了解 那另外的作品吧 那裡會向大家展現 更英姿煞爽的小慧 接下來就燃寫日記 可能有一些牽強 部分劇情與結染少女的 其他的真實有關聯 我想各位也許能理解 為什麼他能在短時間之內 接觸到事件真相 不是 我不要這個 這些跟我都沒有關係 我要你劇情的東西 都沒有欸 我要你劇情 我不是要你 告訴我跟其他的遊戲有關係 好嗎 嗯 他系列作品的關聯性太高 沒玩過其他作品會看不懂 嗯 有可能 首先是關於本作主角小慧 原本是打算把他設計成 擁有強烈正義感的角色 人見人愛的那種 對千歲的季度方面 比前作更加明顯 算是獨一無二的傲嬌了 然後是傑依 他是個處世元華 對校內網絡 了弱執掌的厲害角色 但是至於為什麼會這樣 還沒有提及 在千歲不在的瞬間 傑依頂替了小慧 但是在殭屍事件結束的幾週內 幾週後 就恢復了正常 會不是故意 那也算了 嗯 對啊 玩過其他遊戲吧 可是 這樣很怪 我確定一下 我記得這個還有可以看 看一下CG圖吧 看一下CG圖吧 點選 這接任務的時候 下目 那個寫的我就不想看 少女 偵探少女計畫 在做的遊戲嗎 像CG圖 雖然很難 可是至少劇情看得懂 欸 那款我沒有玩過 那是哪一款 還是我有玩過 不是啦 我記得我 欸 我記得我上次有講 就是 難 沒關係 可是你 嗯 惡意跟存檔點 這個兩個 是一款遊戲 需要取捨的東西 你難沒關係 可是你就是 如果你難又要加上惡意的話 你存檔點就要放好 嗯 嗯 是 其實 他給的我覺得算多 因為有 他剛開始 前半段給太多了 會讓玩家以為 他就是這樣子 平均分配的 可是到我 我們上次第一次 實況結束的時候 然後 他的後面那一段 就一整段都沒有存檔的那個石頭 就有一點 奇怪 好 我怎麼評價他 就是沒有結尾 就是這款遊戲 呃 因為我們之前玩那麼多遊戲 就算是那個續作 他還是盡量會做出一個結局 讓玩家知道他在幹什麼 不過這款好像就沒有辦法讓我們知道在幹什麼 對不對 就除了我們的女主 結衣完全不知道在幹什麼 結衣好像是一個局外人一樣 只把任務給他 然後跟著我們的小會到處走 然後也沒有做什麼事情 可是結衣在這個遊戲裡面又非常重要 就是 唉 我也不知道 那簽稅是做什麼事情 我們也不是很了解嘛 就是 剛開始有告訴我們說 簽稅有 接了其他任務 然後 跟我們這一件事情完全沒有關係 剛開始就很 明白的告訴我們 簽稅跟我們這件事情是沒有關係的 然後 我們玩到真結局 後面的隱藏結局 簽稅突然冒出來了 那為什麼會突然講出簽稅的名字 我們也不知道 還有這個校園的謀殺案 兇手是誰 然後校長為什麼要包庇他 還有為什麼那個占卜師說 你不能拿那個匕首去督那個校長 的確弄校長很奇怪啊 他只是包庇而已 可是 為什麼他特別強調說你不能去弄校長 你特別強調就變得很奇怪 如果你不強調的話 他不去弄校長也沒關係啊 可是 你突然特別強調說你不要去弄校長 為什麼 還有音樂盒也是 因為 在過程他跑太快了 所以音樂盒其實我也不太確定到底是什麼 而且明明就說 音樂盒 有血染的音樂盒是 熊的什麼謊言什麼的 可是你把音樂盒洗乾淨 他竟然就不是了 他就變成真的了 為什麼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 那夏末為什麼會被殺 不知道 而且 對剛開始化學教室裡面有東西被偷 偷的這個案子 那麼單純的一個案子 可是為什麼會 突然冒出殭屍 然後 又變成調查另外一個案子 騎到這個時間點 我就覺得這個遊戲做得還蠻不錯的 對